2021年苹果在印度市场 iPhone手机出货540万只 年增108% 以44%的市占率 在高阶手机市场获得领先地位 路透报道 为了减少对红色供应链的依赖 苹果11号表示 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13 由鸿海在当地组装 工厂坐落在清奈附近的 斯里佩卢姆布都尔 此举将提高苹果在当地的市占 同时配合印度政府的 印度制造计划 外媒指出 苹果一直将部分iPhone的生产 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区 在全球第二大的智慧手机市场 印度过去透过台厂 鸿海伪创合硕 2017年开始生产iPhone SE 后续包括iPhone11 12 以及第四款手机iPhone13 不过中国多省爆发疫情 当局强制清零风控 冲击手机零组建业者 是否影响苹果供应链未来布局 中国疫情的升温确实对于手机供应链的一个运作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苹果的一些主要的一个代工厂 它会先透过一些没有受到封城影响的一些厂区来作为整个主要调度的一个厂区 那当然如果说在中国的一些主要的厂区都受到影响的状态之下 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去寻求海外的这个组装基地来做支援 专家分析中长期印度也将作为苹果的重要出口基地 后续也得观察中国疫情走向 以及对当地主要的生产据点影响 新大地市高建论省委同台湾台北报道